早餐既要快还要营养 安排这个蔬菜煎饼 西葫芦丝 胡萝卜丝 葱花 鸡蛋 一包煎饼粉 搅拌成面糊 放入锅中摊成饼 两面煎熟即可 虚拟浓潮的状态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精致醒发 夏天的话 醒发个半小时差不多 哇 搅拌一下给它排气 随便找到什么容器 边边角角都刷汗油 你叫的盆啊 软啊 都可以 把面糊倒进来 上面摆扇红枣 在冲着下发几分钟 冷水上锅蒸40分钟 红糖大枣化到完成 你学会了吗 赶紧回家做起 一碗红糖 加一碗温水化开 适量自发面粉 搅拌成浓稠的面糊 拌碗刷油 放入面糊 摆上红枣 醒发一个钟 再上气蒸30分钟 好吃的红糖大枣发糕就做好了 个个都蓬松轩软 做法还不难 喜欢你就坐下来吧 一勺红糖 一碗温水 搅匀化开 加适量自发面粉 搅拌成浓稠糊状 无需发酵 放碗刷油 倒入面糊 摆上红枣 醒发60分钟 再上气蒸40分钟 松软蓬松的红糖发糕就做好了 香甜可口 全家人都特别喜欢 一勺红糖 一碗温水 搅匀化开 加适量自发面粉 搅拌成糊 无需发酵 加红枣碎 搅拌上浸 饭碗刷油 倒入面糊 摆上红枣 静置10分钟 再上气蒸30分钟 松软香甜 蓬松有嚼劲 比馒头还好吃 芋头和西米一起煮 一定要加刚烧开的开水 搅匀一下扣盖煮30分钟 焖10分钟 最后加冰糖和纯牛奶 拌匀一下就可以吃了 香甜丝滑 绵软可口 温暖的春天 来上一碗太舒服了 半个芋头 半碗西米 黄冰糖 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 煮30分钟 焖20分钟 最后加纯牛奶 广式经典糖水 相遇西米露就做好了 秋冬天来一碗心都热了 想吃广式波仔糕 原来在家就可以做 晶莹剔透软末Q弹 30克白糖 160克清水 100克波仔糕粉 搅拌至顺滑无颗粒状态 小碗中放喜欢的水果配料 倒入波仔粉浆8分满 小火蒸15分钟放凉就可以吃了 大小朋友都很喜欢 鸡胸肉不要只会水煮了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 而且更好吃 鸡胸肉加姜湿 料酒 生粉 烤肉蘸料抓鱼腌10分钟 平底锅先不要开火摆上肉肉 煎至三面熟透就可以开吃了 太香了 孩子长高黄金期 一定要多喝这道虾仁豆腐裙带菜汤 鲜美又营养 油热煎下几个蛋煎至两面金黄备用 蒜末爆香 放虾仁 煎蛋 注入开水锁住营养 放豆腐一起煮5分钟 裙带菜冷水泡发 一点就能泡发很多 它的营养价值极高 放裙带菜再煮2分钟 加盐调味 孤独喝上一口 太鲜了 孩子放假在家想吃二两好吃了 教你自己在家做 干净又卫生 首先积制两面改三刀 加姜丝 这个个位数八八包的奥尔良腌料 有三个口味 小朋友吃就用蜜汁味的 一包刚好一斤的量 抓拌均匀腌制半小时 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 万一出锅满屋飘香 女儿一口气吃五六个都不解馋 可乐鸡翅这样做 小朋友都惨哭了 鸡翅加葱姜料酒 生抽 奥尔良腌料 抓匀腌制10分钟 油热下锅煎 煎至两面微焦 加葱姜 拌瓶可乐 扣盖焖5分钟 大火收汁 这样做的可乐鸡翅 好吃到甜手手 如果你家还有土豆 像我这样做简单又好吃 土豆切薄片 冷水泡10分钟 水开下土豆 超30秒捞出 碗里放蒜末香菜小米辣 盐鸡精 生抽 香醋 加上凉拌菜 必不可少的油破辣子 搅拌均匀 淋入料汁 香辣爽脆太好吃了 今天教大家一个土豆新吃法 小朋友们超喜欢 土豆切片蒸熟 碾压成泥 加白糖 一丢丢牛奶 两勺糯米粉 裹成光滑的面团 再搓成小圆球 过一遍蛋液 均匀裹上面包糠 六成油温下锅 速炸一分钟出锅 酥脆香甜 特别好吃 我告诉你啊 黄瓜皮不要再扔了 简单几步还能做成 翠绿爽口的黄瓜凉粉 黄瓜皮清洗干净后 加水打成汁 过滤掉残渣备用 准备一杯豌豆淀粉 用同样大小的杯子 兑6杯黄瓜汁 先搅匀不要开火 再开小火边加热边搅拌 便浓稠骨大泡就熟了 倒入容器里放凉质凝固 做好的凉粉非常翠绿Q弹 可以刮成条 也可以切成小块放入碗里 做法就是这么简单 淋上喜欢的调料拌匀即可开吃 爽滑细腻 香辣还开胃